三系列艾头问见M7发生碰撞之后起火 里面三个人去世 很多粉丝问我你怎么看这件事 那今天我不偏不倚来分析啊 它为什么碰撞之后会出现起火 另外呢就是它为什么没有自动解锁 以及这个车的AEB 为什么没有主动把这个车进行沙停 突然感觉有道理的话 长安点的你帮忙支持一下 第一这个车为什么会起火 那厂家官方的通告呢 说的是这个车的高压电池 在碰撞的时候是正常的 是没有出现这种火灾的 也就是说发生碰撞的这个主要部位呢 然后这个引起火灾的部位呢 是发动机的这个前端 其实也就是增程机的前端 那这个发动机舱里面为什么会着火呢 主要就是这个发生碰撞的时候 这个增程机一旦受到挤压 那油液管路啊 它会出现泄漏 这样呢它会引起这个火灾 这个其实就跟燃油车发生碰撞的时候 发生火灾这个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呢没有什么可纠结的 但是通过现场的视频可以看到 那个车发生事故之后 它的A柱好像是没有特别明显的弯着 至少是没有掀掉的 所以说你们感觉这个车的安全性怎么样 第二碰撞后隐藏是门码手 为什么没有自动弹刊 这个我认为是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或者是核心点 因为哪怕里面的人可能不行了 但是你把它救出来 至少是怎么说呢 让家人能看一眼吧 但是我看到有一个视频 那个客服回答说 这个车没有自动解锁 我认为不应该啊 因为现在十几万的车 甚至十万块钱左右 是很多对我碰撞之后 这个自动解锁的一个功能啊 所以说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希望厂家能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或者科普一样 那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快速的去打开车门 去营救车内的人员 希望所有朋友都可以学会 那其实分三步 第一步呢 就是果断的去砸窗户就行了 砸完窗户之后呢 这里面都会有个机械式的门码手 你看这个车呢 就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在那个位置 然后我们扣压这个 这个机械式的门码手 我们一拉 只要儿童门锁没有打开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这时候 这个车就已经进行这个解锁了 那但是这个门码手 还没有弹出来 怎么办呢 我们按压门码手的一侧 你看它会翘起来 然后这样 我们把它拉出来 这样你就有着力点了吧 然后我们很轻松的 就可以把这个车门去打开了 那这个方法呢 然后希望所有的朋友 点赞 转发给更多的朋友看到吧 然后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真的可以保命 第二种情形 就是驾驶员 它可能开了LCC 但是它前面没有跟随任何车 然后就是按照自己设定的时速 再进行行走 那这个时候 它A1B工作的时速范围 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有多高呢 这个在A1B的实测里面 它其实叫AC对静态甲车 那即使没有激光力达的车 大多数车在时速100千米小时 这种极限时速的时候 它都可以实现稳稳的扎停 所以我个人感觉 就是山西那个M7那个事 可能不是这种情形 除非那台车的A1B真的有问题 你们说呢 第三那台车的A1B 为什么没有将车上的刹停 或者说它到底有没有起作用 那我个人在这儿 大概还了一下 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 我感觉可能是三种情形 首先说一下驾驶员开的车 它开的是M7的Plus 也就是不带这个华为高阶支架 不带激光力达那个版本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你带支架和不带支架 你的这个A1B的工作逻辑 工具的时速 以及刹停之后的这种效果 它是完全完全不印的 我们先来模拟第一种情形 就是驾驶员它可能没有开任何的幅度 包括LCC都没有开 它就是自己在开 但是它可能走实了 然后发生了这种事故 那在这种情形当中 它其实A1B的工作时速 是非常非常低的 大概超过一般车 大概超过60千亿秒时 这种情况下 它的A1B就不工作了 所以说你能不能感觉 这种情形不可能 第三种情形 驾驶员它也开了LCC 但是它前方是跟着一辆车在跑的 前方跟着那辆车 它可能看到作业车之后 它立马进行紧急变道 然后躲闪过去了 但是M7的驾驶员 它应该是没有注意到的 这个时候车辆的A1B 它也会介入 但是大概率是刹不停的 因为这个在A1B的测试里面 叫消失的前车 难度是比较比较高的 这个测试项目当中 目前带激光雷达版本的车辆 它的极限时速也只有90千米小时 也就在90以下带激光雷达 它有可能会帮你去刹停 但是如果说不带激光雷达的版本 那这个情况就可能太多了 所以说发生碰撞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 你们认为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